花蓮地區日前發生一起情殺案 一名43歲的陳迅女子和色訊前男友在家裡頭飲酒聊天 沒想到兩個人談及感情問題的時候 又翻舊帳爆發口罩 進而產生肢體衝突 色訊男子痛歐陳女的頭和臉 隔天她醒酒之後發現這個前女友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嚇得趕緊報警 而警方訊後也依殺人罪嫌把色訊男子移送法辦 堅持棋拍下穿著條紋上衣背著側背包的陳姓女子 來到超商櫃台前買酒結帳 卻沒想到這是她最後身影 花蓮11號晚間發生命案 43歲的陳姓女子在晚上9點多搭乘計程車 來到超商購買啤酒後 再到45歲的色信前男友家裡 疑似因為過程中談論到分手話題 雙方爆發激烈爭執引發肢體衝突 陳女看似沒事回到房間休息 卻沒想到隔天下午1點 色男要去叫陳女起床時 才發現陳姓女子早已斷氣身亡 嚇得她是趕緊報警 警方後報抵達現場 發現陳女身體多處外傷 明顯死亡數個小時 當事人色男對於陳女的死因必中就親 否認毆打致死 還趁亂逃離現場 你有聽到他們吵架的聲音嗎 沒有 喔 那我只有聽到說 啊 啊 一聲 一聲 僅僅在14號對陳女進行解剖 初步判斷頭部遭到重擊 導致如內出血 兩側肋骨都有斷裂的情況 因此研判死前遭到嚴重毆打 專案小組12日晚間將涉案的男子拘提刀案 全案依殺人最險移送偵辦 當時11號鑽逢颱風來臨 風雨交加的夜晚竟發生命案慘劇 也讓附近鄰居徹夜難眠 記者綜合報導